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FrameMark 本次课呢,我们来介绍几个其他的指令 在我们之前介绍了几个最常用和最重要的指令之后呢 后面这几个指令相对来说就比较的简单 第一个呢是LowPath 它呢可以让FrameMark不在这个指令体中间寻找FTL标签 差值和其他特殊的字符序列 那么这种意思就是不要去解析了 第二个指令叫Compress 翻译过来叫压缩 它捕捉在指令体中生存的内容 然后呢会缩小所有不简单的空白序列 到一个单独的空白字符 第三个指令叫Setting 可以设置一些影响FrameMark的值 然后我呢分别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首先呢写一个模板文件 就叫Other 其他的一些指令 第一个指令呢叫做LowPath 那么在这个里边 我们出现的任何指令 或者一些差值呢都不会被解析 比如说 或者呢 那么现在从差件提供的语法高量来看 这里仍然会当成呢 模板文件里面的一些特殊的语法 来进行语法高量 但是呢当我们通过假法来执行的时候 情况就有所不同 我们来执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们刚才放在LowPath指令中间的 这些内容就原模原样的显示出来了 这是关于LowPath它的作用 第二个呢 叫做Compress 这个单词本身呢 就是一个压缩的意思 那我们呢可以使用 Assign来指定一个 带有空格的 字符串 这个里面可以带空格 还可以带一些换行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使用 S 底下还有呢 可以使用我们自己的 一些文本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没有Compress呢 我们也可以先来 看一下效果 它就是这样的 因为对于Text 它前边是有空格 后边有空格 还有两个换行 但如果我加上了Compress 再来看 那么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 Text后边呢 和前边都没有空格 而且两个换行呢 也没有 好 这个是关于Compress 它所提醒出来的作用 最后一个呢 叫Setting 这个Setting后边呢 我们是需要能够指定一个属性的 因为你想设置什么样的属性 告诉Framework 在处理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那么它的可以设置的呢 有比较多 包括跟国际化相关的 Locale 还有呢 Lumber of Meta等等 这些都可以设置 那么假如说呢 我们设置一个Locale 让它为匈牙利 那为什么我要指定一个匈牙利呢 因为对于匈牙利 这个国家来说呢 它的小数点 它并不是.2 比如说 你在使用一个1.2 我们呢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它使用的是一个 逗号来隔开的 那么这就是Setting 它能够帮我们做到的 那么当然还有很多 其他的属性的都可以设置 这里呢 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官方的文档 好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就简单的将这三个指令呢 演示了一遍 所以如果后边呢 在某些场景下边遇到了 那么都可以呢 使用这种指令来达到相应的效果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